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机好好的在桌子上放着 竟然自己溜进了小偷的口袋 让人实在想不通是什么道理 说起盗窃 小偷的手段可以说是千奇百怪 不要抱 你刚才偷走的那些东西呢 我没有 我找一瓶你 不要想要告诉你 知道了 知道了 你给放枪 你给谁看 我看我吃了 没了 你拿开来 没了 闻呀 看我看你 我看你 你做什么 是 我已经拿来 你拿来 你的呀 叫什么 我带你 我带你 带你 我带你 你看你 我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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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于叔叔以前说的飞车抢劫 盗窃更是让人仿不胜仿 不知不觉种就损失了财物 但是不管小偷的盗窃方式如何变化 掌握了基本的防盗知识 就能让小偷不得近身 首先贵重的物品最好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 特别是在火车站后车 商场结账或歇门帘的时候 其次就是对他人适合保持警惕 现在很多犯罪团伙都利用孕妇小孩进行盗窃 看完本视频欢迎关注留言 粉丝留言我会在评论区回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